嘿大家好,我是麦里素 今天咱们继续来看恐怖片 跟以往有所不同的是 这次这个恐怖片是一部温情向的 能让人眼圈发红的恐怖片 妈妈 故事发生在一次股市大崩盘之后 高级合伙人詹姆二号由于情绪失控 先后枪击了两名同事 之后又杀死了正在分居中的妻子 并带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留下了短腿小腊肠 疑似畏罪潜逃 可是不料由于女儿不断地提醒她已经超速 她回头一喊,导致车辆失控 连车带人一起冲下了悬崖 多亏光环保佑 三人并无大碍 只是没了交通工具 詹姆二号正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座湖边小屋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她带着女儿进入小屋 帮女儿点了个火之后 走到角落想要自杀 但最终还是放不下女儿们 决定带着女儿们一起上路 她摘下姐姐的眼镜 骗姐姐看向窗外 随后哭着举起了枪 这时怪物出现 瞬间解决了詹姆二号 救下了姐姐 姐姐没了眼镜 事业模糊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只好带着妹妹坐在火炉旁 等爸爸回来 等了许久 肚子都饿了 这时黑暗中滚过来了一颗樱桃 一个怪物正躲在那里 看着他们 转眼五年后 詹姆二号的哥哥詹姆出场了 自从弟弟和侄女失踪之后 他就开始自费寻找他们 直到现在从未放弃 甚至因此花光了自己的积蓄 而这天 他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回报 他故的人找到了湖边小屋 在小屋里有涂鸦 有自制娃娃 有成堆的樱桃盒 当然 还有野生的两个孩子 由于常年的野外放养 姐妹俩和人类社会 几乎完全脱节 姐姐还好 还拥有语言能力 妹妹就没法说了 完全就是个小野人了 为了获得姐妹俩的信任 博士让詹姆进入房间 试图勾起姐姐的人类回忆 本来姐姐跟妹妹一样 对詹姆充满了恐惧 但是当詹姆 将一副眼镜交给他之后 他就恢复了人类的意识 再次看清这个世界的他 还把詹姆当成了自己的爸爸 哭着和詹姆抱在了一起 姐妹俩想要回归人类社会 就必须确定 他们的抚养权归属 为了让亲戚们 对姐妹俩有所了解 博士介绍了姐妹俩的现状 姐姐拥有完整的语言能力 行为举止更像个正常小孩 而妹妹因为五年前年龄太小 没有人类社会的记忆 所以行为举止更偏向动物 值得注意的是 在五年艰苦的野外生活中 姐妹俩自创了一个想象中的守护者 以父母的形象保护照顾他们 而这个守护者被他们称为妈妈 当然了 未来只要有长时间的爱和关怀 孩子们还是能恢复正常的 说到这儿 孩子们的姨妈发话了 她认为詹姆太穷 真要为了孩子好 就应该放弃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可是即使再穷 詹姆也不愿意把两个孩子交出去 于是博士给詹姆指了条路 他们研究所可以给詹姆提供经济援助 而条件就是让博士继续研究这俩孩子 就这样 在博士的帮助下 詹姆得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并和孩子一起搬进了研究所的大房子 那孩子的姨妈呢 当然也不会善罢甘休 后面还有她的戏份 博士对姐妹俩的研究继续 这次的姐姐情绪稳定 非常配合 告诉了博士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 一个女人从悲伤的医院带着孩子逃走 被追捕中 无奈跳进了水里 讲完故事 姐姐还说 这故事是妈妈托梦告诉她的 不对呀 妈妈不是想象的吗 怎么还会托梦呢 博士觉得事情蹊跷 于是按照姐姐故事里的形象 去档案馆查找资料 结果还真找到了 这个投合女人的档案 只不过 那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姐妹俩这边 跟詹姆快乐地生活着 可是詹姆的女友 女主却受气了 她不喜欢孩子 要是没现在这个事 她跟詹姆没准就是 典型的丁克尔家庭 可是这俩孩子 是詹姆好不容易找回来的 她也没办法反对詹姆养着 所以干脆 她辞了摇滚乐队那边的职位 好好在家照顾詹姆和孩子 然而这俩孩子实在是太诡异了 没事吓唬吓唬女主也就算了 这一天还吓唬起观众来 这边妹妹跟姐姐正在拽背地玩 那边姐姐就从旁边楼道走出来了 女主听见房间那边声挺大 想过去看看 姐姐还叫了她一下 没让她过去 看女主走了 姐姐才回来摘一下眼镜 关上了门 细思极恐啊 晚上 女主跟詹姆抱怨家里的怪事 这时突然看到了一个可疑人物 詹姆赶紧出去探查 可是人没看见 就看见墙上多了个虫洞 詹姆凑过去想看仔细点 结果被挤爪子就推出去了 摔成了重度昏迷 没了詹姆 女主只能更加硬着头皮 跟两个孩子相处了 家里的怪事还是一件接一件的发生 灯光闪动 怪声频发 这都是常事 关键是两个孩子还总是在偷偷看着什么 弄得女主更不得劲 这天晚上 女主还听见孩子们的房间有人唱歌 过去一看 衣柜门开了个缝 女主过去就要打开看看 这时又是姐姐叫住了她 她才没有继续开门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姐姐对女主她们还是比较好的 几次叫住女主 让她没有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在詹姆清醒之后 姐姐还画了张画送给詹姆 同时詹姆也送给了姐妹俩一张画 姐姐很高兴去跟妹妹分享 但妹妹却毫不在意 只是在尽情吃着虫子 而女主呢 虽然嘴上还在抱怨孩子多难带 但是实际上也对姐妹俩有了感情 回家之后还主动向姐姐搭话 帮姐姐开罐子 然而姐姐却跟女主保持起了距离 还说了句 她会嫉妒的 弄得女主摸不着头脑 博士这边在档案馆拥有了新线索 他找到了头和女人的照片 以及一个婴儿的遗骨 于是迫不及待来向姐姐寻求验证 可是姐姐这次却不愿多说 而博士背后也传来了可怕的怪声 一个冲动在他面前迅速打开 吓得博士赶紧逃离了这里 但是博士并不回心 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 和曾经的那些档案做了对比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这些冲动可能是连接湖边小屋 和詹姆家的快速通道 于是为了突破人类知识的界限 博士独自前往了湖边小屋 寻找线索 随后毫不意外让妈妈描了 博士死后 女主这边也做了噩梦 她梦见一个女人夺走了孩子 杀死了修女 随后被众人追赶逃到了悬崖 最后走投无路 带着孩子跳了河 可没想到中途撞上树枝 女人肢体扭曲 掉进了水里 女主睡醒后深感怪异 再加上她也注意到了那些虫洞 于是跑来和博士商量 这才知道博士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为了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主私自拿走了博士的资料 自己回家研究 原来投河女人的故事还有下文 女人撞上树枝掉进了河里 但是孩子却没有 因此女人开始四处寻找孩子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最后把偶遇的姐妹俩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直到现在 女人还不知道 她孩子的尸体当初就刮在树枝上 后来这尸体在档案馆被博士领走 现在又到了女主的手上 看到这里 妈妈突然出现 袭击了女主 这时又是姐姐站了出来 让妈妈放了女主一命 妈妈虽然听了姐姐的话 但仍然十分嫉妒女主 最后甚至生气地捏碎了姐姐的眼镜 这个时候替死鬼来了 姨妈为了夺回孩子们的抚养权 想偷偷潜入拍点詹姆一家虐待孩子的证据 结果刚一进门 妈妈的一坨假发就飘了过来 弄死了姨妈 不知过了多久 女主终于醒了过来 可是这时 孩子们早就被妈妈带走了 于是女主带上婴儿遗骨 根据博士的地图 前往了湖边小屋 在半道上遇到了詹姆 她说詹姆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呢 原来她在清醒的那天晚上 就被弟弟托梦 让詹姆去湖边救她的女儿 所以詹姆这刚一出院 就一路调查来到了这里 很快 女主和詹姆就来到了小屋 进去一看 姨妈都软成面条了 再去湖边一看 正是女主梦中的那座悬崖 事不宜迟 女主二人立即开始了 和妈妈的抢孩子之战 虽然武力上 女主跟詹姆完全不是妈妈的对手 但是女主有特殊道具 妈妈的孩子 果然 一看到自己孩子的遗骨 妈妈瞬间就跪倒在地 变回了那个悲伤的女人 本来事情到此可能就结束了 可是妹妹的一声妈妈 却又把妈妈叫了回来 为了自己养了五年的女儿 妈妈瞬间抛弃了过去的骸骨 冲过来击败了詹姆和女主 夺回了姐妹俩 然而 女主也当过姐妹俩 一小段时间的妈妈 她不愿轻易放弃 于是一次又一次地 试图挽留姐姐 在悬崖边 她终于拽住了姐姐 而姐姐也终于放开了妈妈的手 妈妈跪了下来 擦掉了姐姐的眼泪 随后带着妹妹 一起跳下了悬崖 在妈妈的斗篷里 妹妹开心地笑了 她们母女永远在一起了 随后 斗篷撞上了树枝 变成了无数飞蛾 其中一只来到姐姐的手上 在和姐姐告别后 便飞向了黑暗 留下姐姐 女主和詹姆 抱在一起 哭成泪人 电影结束 妈妈是2013年的电影 是导演 安德斯·穆斯切蒂的处女作 此前她只拍摄过一部 同名短片 挺吓人的 这部长篇妈妈 虽然是恐怖片没错 但其实却是恐怖温情 各占一半 电影前半段 妈妈没露出真身的时候 恐怖感十足 后半段 妈妈露出了真身 又有了一个悲伤的故事背景 所以恐怖感消散 温情占据了主导 如果你喜欢温情电影 又不在意多点刺激的话 这部电影挺适合你的 最后 天下的妈妈都是伟大的 还有 姨妈真可怜 我是梅里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播关注 或者去我的微博微信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